在公會前大聲喊口號 用歌聲表達不滿和訴求 桃園行情四號進行第二次勞資協商 希望基層的聲音能被聽見 這個就是代表我們現在 因為資方 我們在這個疫情攔議 居然是要叫我們自己去承擔這個風險 所有委屈像這些陽性快篩劑一樣 傾瀉而出淘慶公會向資方提六大訴求 包括夜間津貼要從五十元調升到七十五元 調升百分之四制定薪資結構 增加操作和技術津貼 以及員工只等十年常態晉升 非正職員工 公司也應該提出轉證的時程表 桃園行情董事長代表資方出席協商 依時間軸來看 公會早在去年十二月三十號 和資方談判就破局 四號二度勞資協商 如果談判又破裂 淘慶公會預計六號到交通部抗議 並且發起罷工投票 不排除春節和二二八假期 發起合法罷工 董事長 協商結果順利嗎 非常順利 幸好再經過一個半小時的協商 勞資達成共識 淘慶公會也確定會取消罷工 機場春節的輸運危機 能夠稍微解除 華視新聞方一庭陳欽順 楊姿怡桃月報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